两个人头 圈中心 九颗手雷 这把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王牌五星应该是有了 昨天已经把那个号打上无敌战神了 所以说今天又接了一个补分单 这个单子也是差200多分就无敌战神了 号主打不上去了 想让公公帮忙打一下 前面房区有一个 看能不能把它给解决掉 挺脚步人在一楼房间 透过窗户穿过门 只要扔进去就能炸死 哎呦 失误了 速战速决 场上敌人太多了 不敢在屋外待太久 这把有点可惜 前面的我并没有看到 当我看到的时候 公公都已经拿到两个人头了 舔包的时候封壳烟 小心有人朝里边灌雷 把投授物赌给他捡上 有slk把slk也给他换上 哎呦 差点就被炸死了 要不是刚才封的那颗烟物单把窗户给堵住的话 这颗手雷可能真就要了老命了 第六个圈已经刷出来了 场上还有13门敌人 鼓我这个位置还在去 这么小个圈这么多人 还有一分钟就要缩毒了 待会缩毒的时候肯定要打的特别激烈 又被喷死了一个 感觉四周的房子都有人啊 抢来一下把我手里的数量是从9个变成了11个 公公今天的游戏运气是真的不错 连续三把都讲到了新号枪 他想让我强调一下 因为他想把这个好运气分享给大家 前脚步 迷宫楼是有人的 又被炸死了一个 这个迷宫楼是在圈的 应该是没什么机会能把他杀了 待着吧 待着吧 别乱动 又死了一个 全部说的话 这些人是不会漏的 二层都有人 蓝色房子也有人 房顶有趣了一个 没工作的人想上房顶 能偷吗 有点难受 左三会被打到 还得往后弄一 哎呦冰雪公主 扫 这个冰雪公主身心还挺矫健的 要是他没翻窗进去就好了 丢块手雷看能不能把他给炸死 这敌人是高手啊 实际卡的真棒 虽然这颗雷没有丢进去 但是就算丢进去也炸不死 要锁圈了 看下个圈往哪锁吧 省的场还有七名敌人 锁了 公公这里不在圈 有点难受 长的人也陆陆续续开始进圈了 哎呀 丢雪公主被人打死了 被这个抗毒的打死 然后这个抗毒的被公公给收掉了 但是补不掉 用手雷补 可以可以可以 没想办法进圈 得封印进圈 往马路上扑烟 如果刚才那个 没工作的人还在楼顶的话 那就不太好办了 也不知道他下来没有 再待会还有20秒呢 把能量打满 又死了一个 还有四名敌人 再添点烟雾弹 把烟雾弹都给他用了 反正待会也用不到了 右侧也有人在封印进圈 从脚步左边二层楼有人 前方没公路也有人 而且右侧的人已经 进到圈里了 好家伙 能炸死吗 这颗手雷其实不是给木乃伊的 是给刚才从右边进圈的人的 但是没想到木乃伊过来的 那只能先给他了 敌人再捏雷 他能操的地方没有多大 就那么一小片的位置 藏那一人丢雷 利用雷的OE伤害 看能不能消耗到他 翻出来 这个人还舔了一个包 在换位置的时候竟然舔了一个包 这个人到门后脚步就停了 应该在门后 把雷丢出门完看能不能炸到 炸到了炸到了 这都没炸死 不行不行 他在打药他在打鸡油包 呦这个人细节啊 他在内容打鸡油包的音效来骗公公猫他 残血还想着反杀 确实是高手一个 又打了 这颗雷可算把他解决了 现在才还有最后的两个 停在脚步了 但是另外一个点在哪呢 把手雷都给他剪上 哎 听到了两个人都知道位置了 一个在右侧民宫楼 哎呦这个是个小呆呆 决赛圈 既然还有个小呆呆 不可思议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点上房顶了 停在房顶工在楼下不太好炸呀 炸到了应该 他在长蒙蛋 现在就像最后的两颗手雷了 楼顶的活动范围太大了 确实是不太好炸 没加到 没雷了怎么办 难不成待会要拼药吗 填下这个人的包看还有没有雷 哎还有一个不错不错 耗时间吧 多点生存分他不好吗 可以这么操作吗 应该不能吧 还有13秒就要说最后一个圈了 他在楼顶肯定是不能跟他拼药吃鸡的 因为他不受地形限制 拼不过他 而且他想拼就拼 不想拼的话还可以下来打 要把主动拳抢过来 帅 我靠这样都给你炸死了 撕血吃鸡 成功肚尖 叫帅 有点儿 所有人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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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在跳